今天我們中央中央老師,要跟我們說的主題有關系 土地政策,如果我們說庚哲悠、齊田、三區五檢豬,真正好的話 哪有這麼多雜音、這麼多人,就要離開自己的故鄉 好,這個中央老師拚不得高興,我們現在就跟中央中央老師來做電線 好,來,抱歉,來,重來一遍 好,來 好,我們現在先贊公司合意為我們贊助提供 空白空空,空五百六六百,我們中央老師的時間 好,來,通啊,通啊,通啊,來,好 中央老師你好 謝謝三位老師 такой師兄 今天就要把你麻煩這樣,來 你要可以點多一些國路的觀點 等下,要參政下來,去看時間上的剛好 好,好,所以我們中央老師,來,今天來說我們的主題 國民黨的土地政策,要把大白菜 是 郭民黨在建後來到台灣沒有幾個月發生了二、二、三、三、三 結果這年就有趁就走路來台灣 趁就走路來台灣知情,叫單一、單性情來 單性是在那種最坦數率的百分之六十二點五 地主有37.5% 所以就是3,000元減少 再來,195年罕見那年是公地訪問 有這些公地的土地可以證書,就訪問了融合 那時候電榮跟地主都可以去申請 那時候大概有36萬元的地主和電榮受到好處 再來,195年所謂的庚德有7天 可以讓電榮都開始有改變的土地 政府將土地賣電榮 台灣有31萬好的電榮都可以賣自己的土地 政府哪有辦法賣土地呢? 他都由地主拿來 這個地主一定要賣出來 地主只可以留水產3家 大產6家 這是他們的上限 存在一輪都要賣政府 政府賣什麼去賣呢? 當然不是賣現金 賣一種股票 那時候有四大公司 什麼農林、工礦 這四大公司的股票來賣 賣來賣的時候 政府先賣電榮 電榮哪有錢人賣呢? 他們說不算 你們收入每一年購一生 讓你們分這十年分期付款 這個土地賣的 一人都可以賣三家以來 你是不是很好? 對,非常好 收入的賣一生命很好 所以到年542年所謂的土地改革三部區完成一號 應該來說 台灣的農業一定可以背景正地 可以輝煌重達 可以安置下去 是不是 屬實不是 屬實就是 土地改教教 四十年以後 民國四十六年 賣一年下的這個國路的願望 一個小女生開始要離鄉北京 離開鄉村 要去土地討生活 賣一年這不是學不會下的 是他觀察的東西 社會這件事 有時空不定的 對,這件事出來他看到 所以他寫出來 但是這件事是怎麼參選的 他不知道 到六年以後 民國五十二年 他寫了一首歌 產政憲哥五萬 本來是眾人青年 以前我們在電容的時候 他能夠養不養兒子 現在給他 他給他代書 給他租金樓 這沒辦法養不養兒子 沒辦法養不養兒子 當然眾人青年 我不要養兒子 他們在家裡去吃 去土地訪 不然去找人的小夏年 不然去買西漢 中人青年也沒辦法 還有六年後 民國五十二年 哇 十五年後就出남 沒辦法養兒子 一月不養 所以 產中那還有在那一步 就出現了 這個情形是一個文學耶穌家 一尊人看了那個社會的現象 他所描述出來 這幾十年以後 鎮鎮台下有一個著名的歌手 他自己最歌、最贖、最歌 叫做翁蕭華 他寫了一小歌 叫做爸爸的兩家餐 他說爸爸就種兩家餐 但是怎麼會都吃文吃味道 不知道怎麼會這樣 他接受了歷史和平的主持人 鎮進南國的訪問 南國對社會的觀察當然 我怎麼相當敏銳 南國說奇怪 我也是耶 我家最煞的 但是雖然生活都很艱苦 我十三個就離開了高雄 為什麼 在台灣的歌曲 在文學作品 在秀書裡面 都看到在土地改革 只要15年 是台灣農業最大的歐元15年 有犯那些女生 被別離聰背景 出去土地改革 考慮 這所謂的土地改革 那種不可能 不可能啊 不可能啊 有什麼樣子呢 所以我相信這個現象 我們的社會 很多人都看到這個現象 不知道原因 你說他們這外行 不知道原因 內行的 農業內行的 一定知道原因 我以前有一個 左立秘書 他是四十多年出的 台灣台下農業的學術 又跟他接觸 研究所必領 國際美國特殊 專門研究農業 這算是農業的專家吧 我跟他說 這個現象 國民黨在暗藏玄機 你不相信啊 說哪有可能 我就不知道這個事情 不然你好好去查一下 第二天來的時候 這樣 氣壓一波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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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十年 那是女孩子 如果女孩子 那可能就笑了 到底是什麼樣的原因呢 就是說 在土地改革三波去 標明上 價格 還有長子 幾個公共政策 第一個是 田府的徵收 一樣叫田府 田府是 民國三十四年以來 的時候 頒布的命令 叫做 田府 暫時條例徵收辦法 田府 他怎麼跳呢 田府一塊錢 那你管政府需要花錢嘛 你就要讓管政府付加 一塊三塊塊 然後讓鄉頂政府付加六塊 這樣 這樣 這兩塊塊 這兩塊塊都兩塊九塊塊 你說 不交兩塊九塊塊 可能也沒什麼 這兩塊塊塊 他不是說 還要一個管政府的公民 公民的管政府的管政府 很需要讓 政府來運用 所以 兩塊塊塊 再加一個管政府公民的三聲 加起來 三塊八角 三元半 你想說 一塊變三塊八角 沒高就好了 怎麼有什麼 不是 他說 一塊他們的電話 賣三公斤的刷 我們知道 刷子就是白米 那不可以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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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塊的電話 可以賣三公斤的刷 你們就要交三塊八角 不然你們就拿刷子來刷 拿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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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這麼說 他就保 Of我們 所以又抽一下 戰刷防衛men 戰刷防衛w 很多 5公斤半 就會 diet 拿刷子 他把他進12公斤半 帶一塊衣服 再過一點 再減15公斤刷 然後 只要 uncoolstecer 全部都找到農民出水 好 電洪 到民國五十六年一塊 就要把26公斤盤的蓋子去繞 變26公斤 他的赤子都沒了 偏偏要這年又發生了一件大事 需要大量的錢 這條錢我和鄉天君最大都不一樣 生家和雄人家都不一樣 你們也不一樣 什麼錢呢? 九年國民義務交易 有啦有啦有啦 這有錢啦有錢啦 所有的稅全部一路加百貨 包括進出口肺部水啦 包括來買賣房屋的那種客水 全部都加30%的教育附加費 那電池當然要加 電池加30%多少? 8公斤欸 8公斤 現在加下去農村已經破産了 十五年十五年都走到 農村都走到黑暗期的蕭條到 已經快要破産了 再加8公斤下去 這個時候有一個在美國在討論農業 孫博士因為他沒有拿到博士學位 那時候還在討論農業 看不出來 審婚回到台灣原來的 國務黨議 叫做榮婦會 以前我們不記得嗎 台灣農業最高的機構 叫做榮業復興委員會 簡稱為榮婦會 榮婦會 榮婦會那時候的主任委員 叫做沈中漢 沈中漢 沈中漢大家可能不認識 他的學生大家都認識 他的學生就是學術界 學生載助 維齊和橋牌行得很好 苦練季勝小姐多年沒有結果的 那個清華大學的校長 沈君山 沈君山 沈君山很老爸 謝謝 那這個福祖 準博士 審婦連署審婦會說 不可以再促進去 又促進去 農村已經到的 沈中漢跟婦說 我知道 但是這就不是我贊助 我就決定 他就決定了 我現在今年因為 在一定的大力來 立成這個利害關係 我將你去法庭 拿給一個 有英雄來的人 希望這件事 可以有一個更好的結果 這個有英雄來的人 到底誰是有影響還是沒有影響 看起來只有有 因為到那個拍板上面 不是加三聲 是加一個意思 加一個0.5公斤 所以林郭57年的時候 一塊錢的田屋 要買27公斤的島股 你想想看 你們家如果 只有20塊的電污 電污都給你開來20塊 你就要給多少個 你開去 540公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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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900公斤 200公斤 20塊的電污 你就要請900公斤 去開去 哇 你最難受到一半 就能夠開去電污去 對 不然我們還要一半人吃 沒有 像你盤裡面 你就要把水裡做 你還要把肥料換股 你還要把去換肥料 你沒有肥料 你的生產不夠量 還有糧食 15公斤 政府控制糧食 因為它是專賣 我們民間不能自由買賣 對 那時候 控制糧食的時候 15公斤 本機 掃酒 全豬頭 都已經開了 我贏了 米不開了 米不開了 你把它切下去 又讓它拿25公斤 還要拿25公斤 你說 還要存25公斤 25公斤 可以人家 沒有 你電龍 你買土地 你先拿去拿去 九十五公斤 你存多少 存15公斤 存15公斤 你是要養家火口 要怎麼養家 當然 要去找家 喝家 找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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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在外面都要去 吃家 農村就一定要發展大量的農村的副業 不用來養豬啦 養雞啦 養鴨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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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包括養鴨啦 養鴨啦 有一個好朋友 北修的社長 李傳信老師 告訴你們的回廠 他說 他雖然怎麼不在附近 養鴨跟養鴨啦 但是 不要吃養鴨肉 都不敢吃養鴨肉 沒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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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灣人 正理 那些人有辦法吃米飯喔 通常米都跟養鴨肉 都吃養鴨肉 都吃養鴨肉 不敢吃啦 像你半年一十五 你又吃下去 你又變成小鴨肉 你又變成小鴨肉 變成小鴨肉 是 所以 有時候常常常 家庭 都只吃養鴨肉 養鴨肉 養鴨肉 我們老母的年就吃過 養鴨肉 我們老母的家 時候都會養鴨肉 所以 在這之前 农村到最後就會破產 所以到民國五十人 日常去鳥群這法材 那個人 得出社會 bon 五十七年 學習 27公斤的 廚業來底教 一塊錢的天父 七年 拿了 宅鴨肉 有一個人回來,回來的時候回到農夫會 農夫會的主任委員沈仲瀚帶他去進那個有影響的人 我們想說那個人是什麼人? 那個人叫做李定輝 當時去美國特州那年,拿到復習回到台灣 沈仲瀚帶他去進那個有影響的人,就是新政國 新政國那時候,剛才民國五十五年開始臨領了行政的婦女党 三年以後,他在行政院的運動的時候 原來李定輝擔任政務委員 同時李定輝是中間內閣格言裡面最年輕人 因為他那年四十九年 當政務委員,政務官是最年輕人 因為這個關係,所以後來我們阿緯伯爺就跟他講 說這一定不能再求,不再不再求 不然農村一定會破產 新政國有聽到 所以到為民國五十七年以後 電富慢慢慢慢降 到民國七十六年的時 新政國要死一年 全部停收了,電富就停止了 所以在土地改革底下,暗藏著 田戶啦,水利堅啦,肥料換股啦,糧食公賣啦 還有包括電榮買土地的錢 讓整個農村在 那上街黑暗那十五年以後平臨破產 臺灣的農村幾乎要達到破產的邊緣啦 即使到現在田戶沒有增縮 但是農村,農整個臺灣的農業要發展回來 其實很困難啦 有時候我們想說 我們常常說 啊,我們臺灣是報道嘛 我們覺得農產品、農業、發展得很好 你如果說臺灣是報道 可能可以用兩個角度來講嘛 第一個就是說 臺灣是做先老的 不管它好賣,一定是報道嘛 我們心想裡面一定是報道嘛 靠自己的 第二個就是說 它在發展,在要生團 我們要生存,要在土地上 先天條件好不好 我們必須要面對限制 臺灣發展農業的先天條件 是很差的啦 有什麼很差呢 臺灣是北回歸線經濟的地方 北回歸線在地球四十六英年 市面裡面 它是長年就在這裡 斜色 斜色是能夠地球自轉嘛 自轉會把水分甩出去嘛 所以當太陽大量的斜色 加上了水分的增花 四十六英年一號 整個北回歸線 所經過的十六個國家 那由臺灣、中國、邊緣、印度和蒙特拉 以及中當的阿曼、阿蓮、阿蓮、埃及利比亞 還有飛鳥、尼日、阿爾巴尼亞、馬力、西沙拉、古巴、巴哈馬 這十六個國家裡面 所經過之處全部都是沙漠化 都以沙漠化的築地 所以形成了四個大的沙漠 那包括北非的沙拉山漠 北美的索羅那山漠 中東的阿拉伯大 以及印度的塔爾大沙漠 所以形成了沙漠化 這一條地帶的北迴歸線 所經過的地帶 我們臺灣、雲嘉蘭 我們是經過 北迴歸線正確的位置 是在北緯23度26分44秒 也就是現在政府所感到的 北迴歸線的地標 往南六公里的地方 不過沒關係 不用我們尊敬 整個雲嘉蘭 其實以前沙漠化很嚴重 沙漠化很嚴重 為什麼今天我們的農村 我們的農業 還可以讓郭民眾來吞打 還勉強 還有一碎 一碎一碎的開門 還沒倒下去 那些是祖先是 過火、過關的 他在灌溉 不可能在他們家 會變成農業的重鎮 所以到底用什麼樣的方式 灌溉選 我們以後可以有機會再說 主要說到這個議題 我們經常說 我們是韓吉亞 我們台灣人有水牛的精神 我們是台灣水牛 水牛 比如說是台灣水牛 但是不知道要了解嗎 韓吉亞是外來的東西 韓吉亞不是台灣本身的東西 水牛也是本身的東西 韓吉亞在英國六、五年 四百多年經營的時候 剛才菲律賓 我們西班牙在市面的全世界的時候 他從北美的墨西哥殖民總部 來當成為殖民的菲律賓 所以這一條 從墨西哥到菲律賓這一條 當時世界最大的貿易線 中韓吉從美洲那裡拿到菲律賓 菲律賓的時候 剛才台銘帝國那時候 經濟很壞 有兩個台銘帝國的人 就是丹經倫、丹俊賓 他們不會這樣 中韓吉拿回到他們 福建的故鄉開始在政 我剛才回到空 大家人家都滑下去 他們就中韓吉 現了東西 就是泽民責總督 就是福建跟浙江連在一起 叫泽民責總督金學賓 金學賓 金學賓前 做這東西 那些御皇帝 那些是崇禎皇帝 那些是崇禎皇帝 崇禎皇帝有一個負債所 叫做徐光祺 台灣有一個光祺社 就是紀朗這個人 他是天主教徒 徐光祺特別寫一本書 叫做種植書 這本書跟人家怎麼做 叫做種植書 所以為民責萬年的時候 中國也要開始種植書 我們一部份的說 先是為民責的 是種植書 帶來台灣 帶來台灣的時候 我們把它內 把一個外來的東西 內化成一個 台灣人的圖騰的象徵 因為我們是海牛的文化 我們不會說 一定是血統純正 這就不夠的說 血統純正 外來的東西 我們如果說 這個符合我們的精神 我們就要給它 這是我們的問題 所以我們只要說 老蝦 老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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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現在老蟹 非常感謝您 我們現在 要來報這位 餐廠 聖書 來報這位餐廠 聖書 感謝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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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Y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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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YK